路径工具的应用 来,我们刚刚使用钢笔工具 把那个转成路径 如果看不到路径面板呢 所有开关都在这里,视窗 这里要打开,这里 这里面好多东西呢 有打勾的表示是目前 路径,调整 对不对 这个是调整,这是路径 目前开这两个 我现在点图层,我现在点到图层哦 图层呢,不就在这里吗 那我现在点这个,这叫色板 色板下午会来介绍一下 色板就在这里 来,路径看一下 路径呢,我们把它选起来 当我拉到这里就可以转成旋径 放开,这个 先取消一下吧 选取的旋径 那拉到这里来就瞄边 现在为什么变这样 因为我没有点到它 点到它,靠近它才会告诉你 我是什么东西 这是瞄边 使用笔刷会是路径 沿着这个路径,路径就是这个啊 其实这个叫做填满前景色 前景色我再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绿色好了 我拉到第一个哦 拉到第一个哦,会怎样 就填绿色,填这个是前景色 Ctrl-Z后围一下 那我拉到第二个呢,是瞄边 瞄这个 老师粗戏都这样吗 颜色你要先指定它 颜色先怎样 比如说我现在颜色,我就用黑色瞄边好了 那到底多粗呢?看一下哦 其实我不太会从这边拉 大部分正常按右键在这里做 Sorry 按右键 按右键 在这里按右键 来来 这里 笔画入镜 填起来的时候它会让你选笔刷 笔刷其实有很多种笔刷 这些都可以来做 铅笔就是干干净净的 笔刷就会有压力 铅笔描边,如果旁边是线条 对啊,按确定哦 就是画一条线而已 Ctrl-Z后围一下,再一次 按右键 Sorry 这里 按右键的 来这个 画笔入镜哦 来 我可以改成什么? 这个笔刷的 笔刷等一下是这个黑色的哦 笔刷按模拟有压力 这样就会比较有出息 那笔刷大小其实可以调 所以在做之前 也许你可以考虑先把笔刷这里 先改一下 现在笔刷多大 为什么刚那么粗 因为这里决定的 你在套用的时候 它会去呼叫它 诶,我们现在怎样 旁边要揉边 如果旁边硬笔哦 旁边就干干净 如果要揉化这个 有看到吗? 那笔刷要多粗 我不要到那么多啦 我只要到5就好了 那就5的大小 所以点这个 来靠近它 压着不放 我叫做笔刷 所以在这里按右键的时候 笔刷入镜都告诉啊 我是要用什么?笔刷 就刚刚的设定 5 那模拟压力 颜色呢 在这里选 等一下 我先颜色先指定一下 不要黑的好了 我选个红色 再来 按右键 sorry 按右键 这是改名字了 在这里 这里 好 确定是笔刷 它颜色变成黑的了 来 确定一下吧 这个 你们看到 有细有粗 因为它在模拟 在模拟它那个什么 笔刷的粗细 不过 这个轮廓用这个笔刷 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清晰的 笔刷不是那么清晰 来 我再控制一下后悔一下 我们要让它刚刚进进 刚刚进进的话 就画笔路径就不要模拟 如果不要模拟的话 就是刚刚的线条就比较一致 比如说如果说我画一个什么 一个造型出去 我希望前面粗后面细 那就要做什么事情 就要模拟画笔的功能 就要把这个打勾 一般我们在绘图的时候会有什么 会有数位笔 数位笔它可以感受到你的压力 重一点会比较粗 细一点的轻一点就比较 有些像写毛笔的感觉 这边是可以买数位笔去画 这边是在配合那个工作 是在做这个 所以这个路径其实 它可以转换成这三个东西 可以把它处成下来 路径它可以跟着档案 这路径 另外一种说法也是一种选举区 只不过它周围可以更干净一点点 各位更干净一点点